中山橋通車來 1 2 3 2 3 2 3 在金融市長 尼佑昌立法院蔡思映 及仁愛區市議員張芳麗 莊榮卿 鄭文廷 與同志委等人共同主持下 去年5月緊急封閉 11月動工的中山橋改建工程提前完工通車 讓附近居民及看賣店於是業者都相當開心 車子 車子比較順暢 不然要過來這邊的話可能要繞一大千 有啦 有比較好啦 有啦 比較危險嘛 對啊 也比較好走路 由於中山橋是金融市區重要橋樑 封閉施工期間對交通也造成衝擊 對此在金融市長尼佑昌指示下 工務處成立即時通報群組 定期回報工程進度 並快速回應地方名義做滾動式調整 尼佑昌強調位於市中心區的中山橋改建 就像在心臟莊上支架 接下來同屬微橋改建的中二橋也預計在10月中旬完工通車 希望提供民眾安全順暢的交通環境 今天中山橋開通非常的高興 工程進行得非常順利 而且提前了大概將近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來完工 那非常感謝我們包括議員里長 還有我們卡萬定的漁商大家一起支持市政府 然後讓這個工程非常的一個順利 那市中心區其實就有點像我們金融市的交通的心臟 然後我剛剛在形容 其實這兩條橋的一個開通就有點像我們的心臟裝了支架一樣 那未來也可以讓整個交通更為一個流暢 那中二橋的部分會在下個月中旬左右也會接著開通 立法人蔡世銀也肯定市長為保障民眾安全勇於承擔的做法 強調接棒後將持續針對金融市老舊橋樑進行整建 公務處檢測微橋的時候發現這個狀況 那趕快封閉 然後大概花了四個月到五個月的時間 完成了預算的爭取以及招標的整個的流程 還有工程的設計 其實我覺得這個速度算蠻快的 所以剛才為什麼市長特別提到說 為什麼很隱私心的工 其實他可以等到工程招標決定之後才來補充 也可以 可是這樣子的話 那接近半年的時間 一旦發生任何的危險 都是沒有人能夠承擔的 所以市長用市政府的力量把它承擔起來 也讓所有的我們的理民議員知道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做了橋樑改建 在市議員同志委要求下 公務處也增加無障礙坡道設施 讓行人也能安全通行 接下來位於人五路的仁愛橋改建 預計明年農曆年後動工 公務處方面表示 會做好相關配套措施 將交通衝擊降到最低 記者張祈腾金融報道